菠萝几乎就是生的 真的 但是它一受热就行了 它就在里面接接这个气 对 翻过均匀了 它这时候就受热了 你看 汁刚刚挂上去 不能溜下来 不能溜下来 全挂均匀了 四分漂亮 非常漂亮 我们翻熟 就这几下勺 就这几下勺 我跟你说几秒钟嘛 然后它真的那个汁就 完全裹在上面 你看 它不是排骨鱼汁 它锅骨鱼汁 这个香味出来了耶 菠萝 古老虾 齐了 在您家里头 您看这虾小吗 照样做一盘菜 吃起来也是有醇 所以它的那个酸甜 甜的来路咱们就不说了 酸其实是好几层 有番茄酱的酸 有白醋的酸 有菠萝的酸 对吧 所以加在一块混出来的这个香味 特别奇特 很好闻的 当然一定也很好吃 没做美食样耶 就你没让我来喝 不让我下课咧 一吃 结束了 一虾一吃 现在只是 下面来第二个 对 二吃是 就是虾头和虾壳了 虾头虾壳 一般我们可能有的时候 就顺手把它们扔了 但其实是很好的食材 这个最补钙也非常有好处 咱们这样呢 虾皮肠盖量高 边说边干 好的 先把锅扁上火烧着 这边把油先防下去 这里头可以怎么样 可以稍微给一点点盐 让它有点底味 虾头上有点底味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生的 玉米淀粉 还是要用 有点玉米淀粉 玉米淀粉干的 给它放下淀粉 这个呢 又不能太没有水 没有水它挂不住粉了 是吧 水太多了 它又黏糊了又不成 所以要把握这个 虾壳的干湿度 很关键 然后你 试它这个能不能全挂均匀了 淀粉为中指 好 拌匀了一会儿 这样呢 才能酥脆 如果你没挂上 很难炸的酥脆 这个 这个 一菜两吃这件事 其实 真的挺好的 我们 中餐传统 有这个 一菜不止吃两吃 还有三吃 四吃 比如烤鸭 皮肉分吃 这算两吃 鸭汤算一吃 现在有一个 现在不做了 叫三吃了 现在原来有个四吃 鸭油蒸蛋 算一吃 一鸭四吃 过去老北京 他们鸭菜有个名店 致美斋 一鱼四吃 一条鱼 分档取料 对 鱼头 红烧鱼头 酱汁中段 糖醋瓦块 糟溜鱼片 哎呀 其实还有五吃 最后那个鱼的那个鱼杂呀 醋椒鱼杂汤 天呐 一点都不浪费 这么糟蹋了 一身都是饱 那是当年北京一个非常有名的菜 好了 咱们边说着边干着 这油温现在啊 现在就四五成弱了 就可以下了 啊 你看把这下渐太冒了大的水泡 这个要注意啊 刚才薰师傅炸虾肉的时候 用的二三成的油温 在他炸这个虾壳的时候 他用的就是四五成了 四五成了 对